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其他的明星相比较而言 他们在娱乐圈待的时间并不长 本身还保留着那种纯真 然后黑西装上身又多了一点成熟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迷人 王俊凯这套黑西装 选择了黑色的衬衣作为内搭 可以说是非常传统的 但是有一个亮点在一配饰上 在里面的衬衣上 有一个长条的金色的配饰 类似于胸针 但是又很别致 可以说再传统的黑西 装上加了一个点睛之笔 但是又不显得花蕾不少 王俊凯这两张图片给人了一种气质 就是非常的疏离 也可以说是禁欲系 很像一个商业新贵 完美的五官加上小微脸 轮廓感非常的强 整套look那脸却不失奢华 王俊这一套西装造型 则被评为特拉嘎纳红毯的最佳着装 不只是戴粉丝圈很火 而且普通的网友也非常认可这次的造型 黑色带有银色亮点花纹的西装 加上大方得体的笑容和以及身体形态 完全感觉不到亡元弟弟的紧张 在这个红毯上 让大家的目光焦点都聚在他的身上 再加上金色的发色 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的宽贵 像豪门里的最受人喜欢的小少爷 异样迁徙 这个造型是出席咪咕音乐盛典的时候 同样是传统的黑西装 异样迁徙也同样诠释出 美与王俊海和王源不同的气质 黑色的领结和白色的内搭衬衣相样衬 银白色的月亮胸针非常的加分 非常符合异样迁徙内脸的性格 小编想到一个词就是清朗 如清风明月般的气质 眉目分明是清 俊义挺巴士郎 异样迁徙站 在那里就是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 请不吝jek